今天早上去菜市场去的比较早 发现这个红薯叶还是很新鲜又嫩 关键还便宜 两块钱一把 一把油一斤 红薯叶买回来 撕掉这一层皮 吃起来就没有那么老 然后清洗干净 接着再准备一根胡萝卜 胡萝卜去掉皮 切成丝 接着再准备一点配料 蒜把它切碎 锅里烧开水 放入食用油 先把红薯叶焯水一分钟 焯过水的红薯叶 可以很好地去除里面的草酸 焯好水的红薯叶 夹出来 热锅冷油 把蒜还有胡萝卜先放入进去炒 加入盐 大概先炒30秒左右 接着再把红薯叶也加入进去 因为红薯叶本来就已经焯好水的了 所以是熟的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子炒出来的番薯叶不会发黑 而且颜色脆绿爽口 喜欢的朋友不妨收藏起来试一下